接下来给大家我呢 再给大家说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 就是端口的这么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一听 我看着啊 咱们刚刚其实已经看这个效果了 我把它呢 再拖到一起 咱们这样呢 就省着来回切了啊 我把它呢 往这放一放 费Q呢 闪开啊 在这个地方 注意看啊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遍 写的什么呢 不知道啊 清空啊 来 我接下来看着啊 咱们有一个程序 叫做循环发送 还记得吧 看着啊 python3 03 我开起来 循环发送 呃 发什么呢 A B C D E F G 你们发现 我发了好多次 哎 它都在一行显示 没错吧 我跳个exit 或者是Ctrl C退出 我再来一遍 我再跳个11 我再跳个1吧 1 2 3 4 5 6 Ctrl C结束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哎 我只要不关程序 它输入 发送任何东西 都在一行显示 我只要关了程序 我再来一遍 你会发现 它又在另外一行显示了吧 比较奇怪 它为啥呢 它是认程序吗 其实呀 同学们 看一个东西 它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 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值 你们发现了没 192 这个数据来自于谁呢 192 168 33.128 你们发现后面有个冒号 后面写这个58613 然后这个是什么36315 是不是写了一个这么一个纸啊 这个值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值意味着是一个端口号 好 同学们来打开咱们刚刚看的这个程序 VM03 打开这个程序啊 打开这个程序 同学们 看着 我这个程序在运行的时候 你知道它的端口号吗 为什么不知道 对 因为我没绑定 这是核心原因 就看啊 我第一步 A4条件满足之后 我掉满案数 满案数创建套件字 接下来创建完这个套件字之后 你没发现 你就直接发了呀 你发送数据之前 你有一个绑定吗 你没有 那么没有绑定意味着什么呢 你操作系统会给你一个随机端口 因为这样 如果一个程序 接下来都要发送数据了 还没有掉用绑定 那么操作系统说 你总不能没有端口呀 要不这样吗 给你一个随机的 那么接下来 这个数据在发送的时候 就拿着操作系统的随机端口 往这里发 因此 A 过来的时候 它的随机端口就是36315 当我这一次的发送 发送完之后 我的YL处是不是再来一遍呀 我接下来再去获取数据 我接下来再发的时候 请问你这个套接子 现在有端口号吗 不是说还没有吗 有啦 你第一次调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请问你确确实实是没有端口号 但是我第一次临发这个 哥们之前操作系统一看我太可怜 操作系统给了我一个端口 请问我是不是有了呀 因此当我第二次在去挖油处 再来一遍 第三次再来一遍的时候 我都已经有了端口了 因此我发送出去的数据的原端口 是不是都是操作系统给我分配的这个随机端口呀 简而言之都是原来的那个36315 因此我这个地方看到数据 它都是在一行上 能理解了吗 只不过这个软件 它给你显示的时候 是来自于同一个端口里显示的一行而已 如果你要是份号显示 也是份号显示的 我想跟你说的是 端口 嘴叮 我想表达什么意思呢 一个程序接下来都要发数据了 反而还没有端口 操作系统会给他一个端口 他只要有了之后 接下来你再去调用生的兔 就不会再有了 就不会操作系统就不会再给你分配了 你就用你刚刚操作系统给你那个 听懂了吗 就这意思 皇上呢 看见了一个人呢 特别可怜 连个媳妇都没有 给你个媳妇吧 是吧 反正他有那么多 给你一个 接下来 当他再去看这个 毕业穷的这个人的时候 请问他是不是已经有媳妇了 所以是不会再分配了 皇上毕竟三个六个院才多少个 才几千个而已 是吧 也不多 好 那么那么这个信息 我想说的什么呢 端口 每一次运行端口随机 请问同学 我知道了 我刚刚我第一次的时候 没有你给我一个 我第二次在运行 我第二次在挖出过来的时候 我就有了 所以说我不会再重新要了 我就用的就是36315 但为什么我把程序关了之后 我再来一遍 它不是36315 为什么 注意看 我摸一遍 我接下来要运行这个程序 假如说运行了 我运行起来之后 我运行起来之后 请问 运行起来之后 第一步创建 挖出死循环 接下来获取数据 接下来 接下来要发动数据了 一看没有端口 是不是给他分配一个 分配了端口之后 是一个随机的 套的系统 爱给他谁 给他谁 你管不了 接下来 接下来你的程序 再去运行的时候 挖出死循环 再来一遍 再获取数据 再发的时候 操作系统 你那个端口有没有 有啊 你刚刚给我那个就是 好了 发了 发走了 但是如果你把程序关了 再来一遍 请问他们 是否意味着 先创建 接下来获取数据 接下来再去发的时候 操作系统 你有端口吗 没有 操作系统 是不是再给他 一个随机端口 也就是说 随机端口 其实就是处于 动态端口的范围 1024到65535之间 你没发现 这个值比较大呀 他逃不出 65535这个范围之内 所以说呢 动态端口 就是一个程序 没有一个固定端口的情况下 我给他一个随机的 那么就谁采用了动态端口 就可以了 能理解我所说的吗 动态端口就是这样的 大家同学们 那我问一个问题 我能不能先绑定 绑定之后 我再去发送请问 行不行 你觉得行吗 好像不行吧 行还是不行呢 Copy 我刚刚是运行 你讲 03是吧 03来 08 我写上这个 先绑定端口 然后再循环发送 YM08 来同学们 我介绍是不是先要绑定 你看着 我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我绑是在挖处里边绑 还是在挖处前面绑 为什么 绑定一次是不是就有了呀 那我为什么要飞机绑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绑定本地信息 好了 udp udp socket derbind 绑定一个原主 我记下来本地信息 然后端口 7890 可以不通吗 好了 没问题 来 我再走 我运 此时我就运行08了 Python 308 走起 发送什么呢 A B C D E F 请问 整个整体来说 程序说没有输破吧 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个地方输得的数据这个端口是不是7892 好了 walk into c 关了 再来一遍 我把这个地方清空一下 清空一下 来 12345 关了 再来一遍 他这个端口没有显示 所以说这个程序稍微有点尴尬 稍微有点bug 这个程序 是这个程序的bug 我再打开 我再打开 再来一遍 你再来一遍 他就好了 就这么个问题 你再来一遍 行 来 放在这 走起 1 你看 再重新来一遍 是不是好了吧 RB R23 数据都来了 Cinrol这一关了 我再来一遍 意味着什么 你没发现我这个地方数据的数据这个端口是不是永远都是7890吧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绑了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都是用的那个 我要是没绑我随机找一个端口是不是给你打电话呀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那么这个绑定端口呢 这个问题呢要注意 如果不绑每次都是随机的 如果要是不绑都是随机的 好了 就这个规则啊 对吧 就这个规则 如果你写的这个程序是先发数据 就是我先给你发 请问我必须要绑吗 不一定要绑 随机是不是也可以啊 但是如果我上来就要收 我先收 怎么的 所以我就必须得绑了吧 因为你想要给我发 我想要收 我是不是有个明确的端口呀 所以说发送方对UDP发送方也可以不绑定 但是接收方一般需要先绑定 你听懂我意思吗 好了 这就是他 这就是他 还有一个问题 同一个端口不允许同一时刻被用两侧 什么意思呢 对吗 看到我让 看到我让啊 我先把VQ我给它退出去 接下来我把这个程序我给它断开 然后我把这个8080给它改成2425 接下来我再用 没问题吧 我用的端口是2425了 好了 我这个时候回过头去 我接下来把VQ运行起来 看不着啊 321 绑定端定端口错误 您正在使用的VQ或者IPMessage 请先退出 请先退出 这个错误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软件占用了此端口2425 请问 什么原因 这个你们知道了吧 什么原因 哦也就是说了这个程序咱们先运行的 他用的端口是2425 是不是先把某个坑给它占了 导致了这个根本是不是用不了啊 这就是问题 这就是问题 好的吗 我把这个断开 然后 我再来一遍 我再来一遍 重启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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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启一遍 请问 为什么第二次就好使了 我把那个程序一断开 是不是相当于我不用这个端口了 我不用 是不是你就可以用了吧 OK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在UDP里边 如果某一个端口 现在备在用的 你那个程序就是用那个端口 会怎么着呢 不好意思 用不了 我的问题是 为什么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 为什么 如果我在一个电脑上有两个相同的端口 那么请问是否抑郁了 打个比方 QQ用的2425 VQ用的2425 你发了个数据过来 我操作系统 我的电脑我是给VQ 我是给QQ 你的想法不错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问你不去可以切入数据了吗 我先查看 查看QQ用的端口是谁 我接下来 我再自己写个程序 我也用那个端口 那么请问你不是也收到数据了吧 那QQ的数据不就被你切了吗 所以说 这种情况 是在操作系统里边是避免的 没有这个情况 听懂了 谁先用了 打个比方 老板 你那栋房子还有没 我竟然掏钱买 就在我掏钱的前一秒钟 那个哥们先付了钱 我就要买那个不好意思 那个人卖了你才能买 否则你买不了 你说是个道理吧 现在买房子不一定是什么场景吗 火的不能再火了 是吧 同一时刻看中一栋房子的一个人 一栋房子的人有很多个 谁先付钱 谁先买 现在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在青岛 我告诉你现在一种什么情况 贷款呢 先靠一边 这个公积金呢 你回去先吃饭去吧 然后全款呢 现金了 全款的现金 贷款的后面排 全款的如果还剩房子 贷款的考虑 贷款商业贷款了 优先考虑 公积金贷款了 后面考 然后将来买房子的时候 是全款的 谁先付的快 谁先买 就在这种情况 已经活在这种情况了 你可以设定一个场景 好了 这就是端口 这就是端口 要给大家说的问题 这就是端口